这台机器叫EX-BAT 由美国Shield AI公司打造 它生来就会实现两个目标 省去飞行员 省去跑道 EX-BAT采用单台推力矢量发动机 能垂直起降 航程2000海里 升陷5万英尺 机上搭载火控雷达 内弹舱和电子战模块 任务全由AI自主规划 就算通信被切断 GPS被压制 它照样能独立作战 这不是实验机 也不是展示平台 EX-BAT正在走进实测流程 官方计划2026年开始VTOL飞测 2028年具备服役能力 2029年量产 节奏很快 也很冒险 但从它出现的那一刻起 战斗机的定义就变了 飞行不再受地面约束 过去起点在跑道 现在起点可以是一辆卡车 现代空军的最大弱点 不在空中 而在地面 只要依赖跑道 就等于在战场上画出一个 请先打我的标吧 印太战区早已布下宝核火力层 巡航导弹 弹道导弹 自杀式无人机 高超音速武器 目标不是飞机 而是起飞点 2023年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的台海兵器推演里 加首那基地在第三天就被打成废墟 跑道全毁 燃料区起火 维修棚塌陷 飞机没损失几架 却谁也起不来 美军的临时解法叫灵活作战部署 做法是把飞机散到公路 临时跑道 捣链上去 听上去灵活 实际很吃力 补给线变长 防空变薄 后勤压力更重 跑道的问题被摊平了 但没被解决 X-BAT的设计目的就是彻底摆脱这种依赖 它用发射回收车完成起降 理论上 三架X-BAT 可在一架F35的地面空间中完成部署 这样一来 敌人想要封锁空域 就得打掉上百个移动面 这不是跑道升级 这是作战逻辑换轨 制空拳从此不再系在混凝筒上 而是交给算法 要理解X-BAT的意义 得先回头看70年前那几架倒着飞的飞机 上世纪50年代 美国海军试过两种垂直起降战斗机 一架是洛克希德 XF-V仪 另一架是康维尔 XF-Y仪 它们靠螺旋桨伪坐起降 机身竖直 就像现在的火箭 目的很单纯 让战斗机能在没有跑道的地方起飞 这两架都飞了 但都没成 原因很直接 飞行员几乎看不见地面 靠目视降落几乎不可能 倒着降 手嗨的调姿态 任何延迟都会坠毁 那一带的控制系统跟不上 发动机推力也不够 1956年计划终止 技术的火种后来被英国人接过去 60年代 它们造出了摇式战斗机 用四个旋转喷口实现垂直起降 摇式能真正垂直起飞和降落 但载荷有限 航程短 它能升空却带不了太多东西 再往后是F35B 美国海军陆战队用它取代摇式 它能垂直降落 但要带作战载荷起飞 仍得滑行三四百英尺 这已经是现役战机里 最接近完全垂直起降的机型 但严格说 它还不算 从1950年到2010年 垂直起降的难题一直没真正解开 问题不在机械 而在能量 一架战斗机要带弹带油 还得垂直升空 推重比必须过1.0 系统稳定性要极高 传统设计一旦追求推力 就会牺牲航程和载荷 X-BET的出现等于是半个世纪后 第一次尝试把这道题做完 它用单台推力矢量涡扇发动机 提供垂直升力 靠自动姿态控制和轻量化结构保持平衡 再加上AI实时修正姿态误差 这些条件过去都做不到 可以这么说 X-BET不是在延续旧方案 而是在半个世纪的失败堆里 第一次把垂直起飞和能作战放进同一架机里 从伪座到垂直 这是一次技术闭环 要看懂X-BET的位置 得先知道美军这几年在干嘛 美国空军现在推一个叫协同作战飞机 简称CCA的计划 意思很简单 让无人机跟有人机一起打 他们订了一把高标尺叫CCA1型标准 要求是不用跑道能飞2000海里 有战斗机等级的雷达和火控 还能在电磁干扰下自己判断目标 听起来有点夸张 但这确实是空军希望十年后能量产的目标线 现实情况没这么快 目前在做的是第一批 也就是所谓的增量一号 两家公司在跑 一个是通用原子的YFQ-42 另一个是安杜利尔的YFQ-44 这两架都还要跑道起飞 只能亚音速飞行 属于先跑得起来再说的阶段 他们主要帮有人机当撩机 做诱饵送导弹 而X-Beta的位置就在此之外 Shield AI不是想造一个便宜撩机 它想造一个能自己开战的无人战斗机 它可以垂直起降 不靠跑道 航程超过2000海里 能挂弹 能干扰 能单机执行任务 还能用发射回收车 在任何平地或界面起降 这已经不算是协同平台 更像是一台独立节点 如果Shield AI宣称的性能能在实飞里兑现 那它跳过了整个increment一阶段 直接对标CCAE的高标 换句话说 别人还在学怎么让无人机跟着飞 它已经在研究让无人机自己去打 当然风险也在这 因为这是第一次有人想把战斗机级任务 塞进一台完全垂直起降的无人平台 如果航程和载荷真的能对得上 那就是质变 如果做不到 它就只是一个思路很新的实验机 但无论结局怎样 有一点已经成立了 从这台机器开始 美军的CCA概念已被推到新的层次 协同不再只是飞在一起 而是能各自出发 各自打完 再自己回来 先说体型 整架X-BET只有26英尺长 一展39英尺 高度不到5英尺 大概比一辆集装箱拖车还短一点 但别被体型骗了 它不是轻型无人机 而是标准战斗机骨架 核心是那台单发的推力矢量涡扇发动机 这颗心脏来自通用电器 型号是F110GE129 同一系列也在F15和F16上用 所以它的推力级别已经进入有人机的区间 区别在于X-BET的喷口可以偏转 喷口一转 气流角度变 机体就能垂直起降 简单说 这就是把战斗机的引擎反过来用 它靠一套自动姿态控制系统保持平衡 起飞那几秒 全靠AI调节推力角度和喷流节奏 人类分析员是做不到这种反应速度的 这也是为什么它能不用跑道起飞 再看航电 它装的是主动向控阵雷达 也就是AESA类型 加上红外搜索追踪 能在不开雷达的情况下发现目标 机头两侧还有电子战模块 用来干扰或诱导敌方雷达 这些配置放在无人机身上是头一回 燃料布置也很聪明 它把主油箱放在机身上方 重心靠近引擎轴线 这样即使垂直升空 也不会因为油料晃动失稳 这套设计让它能飞两万海里 这确实够猛 以无人机来说 这是战略级的航程 是可以进行深度打击任务的 至于性能 升限五万英尺 机动载荷能拉四个G 也就是说 它能跟一般战斗机 在同一层空域里活动 虽然没追求极限过载 但任务上够用了 综合来看 这台机器的指标 不再是侦察机那种 飞得久看得远 而是彻底向能打的飞机靠拢 从引擎到雷达 从油箱到控制逻辑 全是战斗机思维 它要证明的只有一件事 不用跑道 也能干战斗机的活 如果它真能做到这一点 那未来空军的出动方式 就会完全改型 你要看一架飞机值不值钱 先看它带什么 X-β不是那种挂两枚炸弹 就收工的无人机 它能打的普面 比你想的宽得多 内部有两道弹舱 标准载荷是两枚AIM-120 想换成AIM-260也行 尺寸差不多 这套内挂系统的目的很明确 在隐身状态下 完成空战或突防 不被雷达抓到 如果任务换成对地或对海 那就把外挂点放出来 到时候你能看到 它带着AIM-174B 那是超远程空射导弹 也能看到AGM-154C1滑翔炸弹 还有AGM-158C板舰导弹 这些都不清 但X-β有本事扛得起 它的弹药逻辑很直接 需要隐身就关闭舱门 完全依托内部挂架 来有效规避雷达波 需要远程打击 就外放挂架 牺牲隐身来换取射程 我们称它为隐身和火力之间的取舍 电子战模块也没少 机鼻和1000元那一圈 看起来全是共行天线 这些不是装饰 是它的电子眼和电子拳头 既能侦测也能干扰 遇到敌方雷达锁定 它能自己做右耳 扰乱对方制导信号 所以说它不只是个打手 还是个多功能节点 能单击去任务 也能在编队里当信息中书 一边干一边看一边传 说白了 它不是帮人类打仗的工具 而是能自己打的飞行员 当然这些配置 现在大多还停在示意阶段 但从结构上看 它有那个底子 等到飞测完成 这套武装才算真正上线 X-BET用的是发射回收车 一个LRV是一套完整的 发射和回收链路 野战部署很简单 有硬地就行 停车场 机场旁边的空地 甚至平坦的农田边 都能放一套LRV 有了发射车 跑道就不再是必须想 这让出动点变成能移动的东西 而不是固定坐标 海上也能用 大型商船甲板 两栖登陆舰的甲板 空间够就能放一套LRV 想象一下 把几套LRV 拖在民用货船上 航区就能扩得很远 战时你不必等港口 直接在海上形成机动发射网 回收同理 飞机可以返回到任意一套LRV 任务结束了 哪有车 哪就能回收 这给了行动高度的灵活性 不再绑死在单一基地 其结果是彻底改变了基地的概念 你的作战节点散不开来 位置难以预测 敌人要封锁你 不是在打一处跑道那么简单 得把更多坐标都锁定 成本和时间成倍增长 但别把这一切想得太理想 移动化把问题从物理防护 转到指挥补给维护上 你散得越广 补给线越长 维护越复杂 软件通信但要补给 LRV本身的保护 这些都要同步跟上 这不只是换一套起降方式 而是把基地这个概念 变成了可移动的作战节点 成败的关键不再仅是飞机本身 而是整个部署链条的耐用性 与指挥体系的可靠性 真正让X-BAT特别的 除了它能垂直起飞 还有它能自己干活 它的脑子叫风群制控系统 听起来像个软件 其实是一整套自主决策架构 核心概念是边缘计算 也就是说 它把任务决策的算力 放在飞机自己身上 不靠地面指令 通信被干扰也能继续飞 因为所有算法都在本地跑 操作方式也不一样 这不是一个人操一架 而是一个人控一群 操作员只给目标 区域或任务条件 剩下的路线 规避 打击判断 全由Hiveman的自行分配 它能在GPS被压制 通信中断的状态下 继续执行任务 等信号恢复后 再自动同步结果 这个系统不是凭空冒出来的 Shield AI一开始 就是做自主飞行的 最早的产品叫Nova 是他们用10万美元 家人筹款 做出的第一代AI无人机 后来他们收购了 海伦系统公司 那个在Delpa的 Alpha Dogfight虚拟空战竞赛里 打赢人类飞行员的团队 那场对抗 AI模拟驾驶F16 五次交手全胜 人类飞行员输得干干净净 那就是同一家公司 现在的核心算法 就是从那套AI演化出来的 所以说X-VET的真正优势 不在机体 不在引擎 它的灵魂在软件 硬件决定它能飞多快 软件决定它能干什么 这套系统要是成熟 未来战场的指挥方式都会变 届时你会看到 不再是一个飞行员带一下飞机 而是一台电脑 带一群能打的飞行员 先把时间线说清楚 厂方给出的节奏是 2026年秋 开始做VTOL的初期飞测 2028年争取具备作战能力 2029年进入量产准备 紧凑就意味着风险 第一条发动机与冲速速度的细节 还没完全公开 厂方对推力方案有合作公告 但具体推力 超音速能力和可靠性 得靠飞测来证明 第二条航程 载荷在实验室和真实任务里 是两码石 厂方说能到2000海里 但长时间满载状态下的油耗 航电功耗 反收效率都需要数据支撑 第三条软件与武器整合 是最耗时间的环节 一个系统能飞能站 还能稳定的在各种对抗环境下工作 那需要反复飞测和实战整合 优势也很明显 一是自主 Hairman的把决策能力放在机上 减少对地面链路的依赖 二是航程 按厂方说法 这是能做战略投送的级别 不再是进防侦察机 三是任务弹性 内部弹舱加外挂点 让它能在隐身和远程打击之间切换 结论很直截 如果时间表能被工程化验证 X-BET会把无人战斗机的机线重新定义 但别忘了 工程里常有残差 能说出来的指标 和能在战场上反复达成的指标 不一定是同一回事 成败的关键不是概念 而是飞测数据 武器整合和后群循环 能不能把这些概念 变成可依赖的能力 X-BET带来的不是新飞机 它改的是一整套作战逻辑 先看最直白的三个变化 这也是前文所述能力的最终聚合 没有跑道就没有固定目标 过去敌人打你第一波就是打跑道 现在打不到 因为根本没有东西可占 没有飞行员就没有伤亡代价 再高风险的空域你都能派它去 损失的是设备不是人 有自主决策就不怕通信锻炼 以前的无人机要靠卫星链路指挥 现在断了信号 它照样能打完任务 这三点一叠加 作战图就完全变了 它不是在替代有人机 而是在重构空权这个词的含义 过去制空靠集中靠航母靠跑道 未来可能靠的是一张分布式的网 每一台X-BET就是一个节点 能看能打能传 这些节点彼此之间 不必在同一个基地起飞 但能在同一个作战数据链上协同 这才叫真正的分布式空权 判断很简单 未来制空权不靠起飞速度 而靠起飞自由度 谁能在最分散的条件下组织出动 谁就能在空战里先行动 后判断再压制 跑道曾是力量的起点 从X-BET开始 跑道变成了选项 空权不再建在混凝土上 而是建在算法里 所以你觉得X-BET怎样 你认为它的实战首秀会出现在哪里 评论区发表一下你的看法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 认同观点或觉得有意思 欢迎点赞订阅 我是任 咱们下期见